欢迎收看11月24号的百革大事迹 我们今天一开始先来关注国际新闻 中国在有幼儿园发生虐童案 北京一所幼儿园有8名幼儿的家长 在孩子身上发现针孔 孩童还描述被喂食不明药物 以及脱光衣服罚站引起家长不安 数十名家长到幼儿园门外讨说法 也有家长为子女办理退学手续 警方目前已经接获投报 也提取了原方的监控视频 涉事的教师和职员已经停职 这起幼儿园虐童案并非孤立案例 近期在上海广西玉林市等地 都传出幼儿园虐童的案件 中国官媒也发文猛批质疑教师素质缺乏监管 强调守住又有所欲的底线 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换个焦点来看管理消息 前首相敦马哈迪夫人敦西蒂哈斯玛 受访时说出了她长期不带头金的秘密 她今天出席土端党妇女主主办的一项活动后 回应酒店禁止员工带头金的课题时说 她从一开始到现在就没有带头金 因为她的丈夫禁止她带 她补充其实从卖家朝圣回来后 为了要得到祝福就渴望带头金 所以当她想要带的时候要获得丈夫的允许 换个焦点 你还在担心自己是不是高龄产妇呢 最新统计的数字告诉你 大马女性去年平均在27.7岁生产第一胎 而年龄介于30到34岁的女性 是生育率最高的一群 马大应用统计副教授郑乃平 以及理大政策及国际研究中心高级讲师 邓总欢发现 我国综合生育率TFR 从2015年起就跌破替代水平2.1 去年更创下历史新低1.9 全年只有50万8203名婴儿出世 而且生育率下降趋势不分种族 华裔和印裔在2015年只生育1.4名孩子 马来人和土著的总和生育率 也只有2.6名孩子 研究指出经济因素在大马生育率上扮演关键角色 进而直接影响人口增长 相比起60-80年代 每名妇女生育6.2到3.8名孩子 但是到了2012年就下滑至抚养大约2名孩子 所以延伸出的问题是 我们在社会安全和医疗服务上 已经准备好应对人口老化了吗 接着来看下一则新闻 虽然教育部宣布明年1月1号起严厉执行 小学作业部使用指南通令 限定每个科目只能提供最多两本作业部 但是却有家长向教育部投诉 有些学校投机取巧 把两三本作业部核定为一本 从原本30页的作业部变成了90页 再以更贵的价格卖给家长 对此副教育部长张胜文 促请各学校遵守政策 不要尝试走漏洞 企图挑战教育部 死者将作业部二合一或三合一 否则教育部将采取行动 张胜文再次强调 希望学校搞清楚 教育部朝向的目标 是以塑造学生人文修养与品德为主 而不是着重以考试成绩来评估学生 新闻的最后要推荐给你明天周末可以去的地方 那就是文东的榴莲盛会 从明天开始到26号 就在文东的华人大会堂及文化街 让你从上午10点吃到晚上10点都不是问题 现场还有商展可以逛 另外在下午1点半到下午2点 会有半小时的榴莲促销 让你用比市价低20%的价格购买榴莲 所以喜欢榴莲的你千万不要错过了 今天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